马华就在华人咖啡店 在Facebook 到处放酱头 要吓我们同胞 第一 他讲什么 哎 马哈迪信不过靠不住的 马哈迪以前也是做恶多端 现在他也进来过来 也是讲一些东西 承诺 重选过的 他又推翻的 马哈迪是个坏蛋来的 马华讲的 你遇到马华这样讲的话 你问马华 像马哈迪以前做首相 你们又扑他敢怕 讲他是好人 对吗 现在马哈迪跟他就吊臭 你又吊马哈迪 而且马哈迪以前做的所有坏事 通过的所有恶法 对华教的所有不平等 对民主的所有伤害 马华都有份在22年举手举巧通过的 同意吗 马哈迪做恶的时候 马华全部支持 拿军作恶的时候 马华也是支持 难得马哈迪老了过要做好的 马华就反对他 他妈的马华什么人来的 狗牌的他妈的那班家伙 马华讲什么 林基祥很糟糕啊 林基祥是读英文书的 不懂中文 所以林基祥每次选举啊 最违反了我们华人传统 令我们华人很难做 怎么样难做啊 王对王 林基祥自己喜欢挑战林昌右 后来又去打徐子根 现在老了咯 他又安排尼可敏去安顺打马修强 又安排刘正东去打那个魏公公 又安排还有谁啊 路少福去打那个茂山王 福隆打那个张胜文 安排王德去对廖宗来 王对王 要砍死我们马华 剿灭马华 都是林基祥的错 林基祥是读英文书的 我知道 但是林基祥行军呢 全部都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 不是因为他是阿摩塞啊 他不懂中文啊 他就违反中国人传统 我邱光耀 历史学博士 我用中文的经典告诉你 林基祥所做的每一样事情 都是符合中国传统 三国演义 撤壁之战 是不是王对王啊 是不是名将对名将啊 撤壁之战打曹操谁打 诸葛亮联合孙权 王对王打更大的坏蛋 那叫曹操 三英战吕布 吕布是干惨 三英最后第三个英雄是谁 关公 对吗 如果你不懂 中国2000年的历史 讲会近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 1950年打韩战 韩国北朝鲜战争 毛泽东派谁啊 派中国最厉害的彭德怀 打美国的三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 对吗 王对王啊 这静待死来的 你看国民党选举在台湾 马英九打谁啊 打蔡英文 两个党都是王对王 以前陈水扁打谁啊 陈水扁打连战 国民党 王对王 哪里没有王对王 你不要挖影去想讲 他不懂中文书 他妈的 他的马仔懂中文书啊 哪马华 马华人都这样投的啊 再来 他讲什么 马华代表华人 如果马华死了 华人的权益也跟着死 那个马修强更好笑 他连子弹跟鸡蛋都不会分 恩恩爱爱跟恩怨都分不清楚的人 他讲什么 尼克敏还安顺要杀掉我 要杀掉民政党 哇他这样讲 吓到很多人哦 很多anti中将 开玩笑哦 我们尼克敏叫凶啊 太平不要打 就要杀掉人家 民政党的这个头啊 我告诉你 马华民政讲什么 他们代表华人 他们没有部长 做华人就死 你听他你就死 我告诉你啊 在马来西亚 最有钱的两个州 也是住最多华人的州 先讲第一个州 槟城州 槟城州是马来西亚 华人最多的州 马华民政 哥宋 从308到505 吃鸡蛋 一年两届选举 十年 马华人 民政党 槟 槟城华人死到晚了 槟城华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槟城华人的地气拿不到啊 槟城的华校没有拨款啊 槟城的独钟全部关门了 反而是林昌又到许子庚都做不到的东西 马华民政输到晚 林冠英全部做得到 哦你说因为林冠英还是华人嘛 所以华人照顾华人哦 雪州 雪州也是马华民政308到505 两届选举十年 马华人 民政也零 而且雪兰额州的州务大臣布是华人了 开始是加利普现在是阿斯宾阿里马来人了 结果我们从明年到希望年门执政 做完了所有马华五十年才做不到的东西 分城地气给新春的阿岸给独钟制度化破款 华小岗税友津贴给三分他们起目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马华民政死到晚 华人才得到了 请给我们雪兰额州的州务大臣马来人 一个掌声鼓励 你们最熟拼一周 至少拼一周也做过十个月 对吗 拼一周做十个月 当年来自回教党的州务大臣 也给了很多好处 华人是马华民政没有的 对吗 所以马华讲 马华代表华人 马华使华人跟做死 麻烦你这些死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将头 他们是威胁公务员的 你们做公务员 特别是华小老师 你们不要投给西方人们 我们check得到了 其实投票是check不到的 你投给谁根本check不到的 但是他瞒瞎你 我的老婆以前是小学老师 很多朋友都是老师来问我 问你的老公是superman吗 你早上投我们西方人们 晚上开票 我们做了政府 请问国阵怎么check你 他做反对党怎么check你 对吗 反过来讲 今天投票 你投我们西方人们 但是晚上开票 国阵升了 国阵升了 他还要check你吗 他都升了还要check你啊 这样得空啊 对吗 他输了没有办法check你 因为他做反对党 他升了他还这么得空去check你 有没有投他 所以根本就不用怕 根本就不会check你的 你一口看就给他下到 另外一个讲头 讲什么 拿据 拿据 拿据说 你们如果没有投马华民政 万一大选过后 没有华人内阁做部长 我就很难委任五个华人 给他们做部长 你们华人自讲啊 到时候没有华人部长就惨了 他们先拿拿据这句话 到处跟他们吓华人 哎 uncle 你遇到马华狗跟你讲 你说 如果马哈爹的马来海啸来 我们华人海啸也来 人拿据做首相都没得做 拿据借卡顾啊 他还委任五个华人部长 你说啦 换了政府还轮到拿据委任 拿据做煎熬啊 肥婆做煎熬啊 尼可敏在安顺队扔了那个马修强 尼可敏是我们新政府的部长啊 同意吗 很简单的道理 一反就拨了的 马上就拨倒了 但是很多华人不会想 中降头 中了降头过后呢 结果投票又投跑一扇